陛下 朕来了 没事吧 你先别说话 陛下 莫不是要袒护他吧 只见人犯了什么过错 需要义父如此地打动干戈 深耕半叶 私闯釜底 形同刺客 所以审了审 对吧 程尚公 没错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楚国公不过是按法行事 是吗 可是直见人 是奉了朕的命 来处置叛贼的 陛下所说的叛贼 是指奴吗 你难道忘了自己 赐了朕一件吗 奴当时在教训鱼儿 为了陛下会挺身而出 奴也自请彻职 离宫思过 可是朕并不同意 但此事也得到了楚国公的准讯 也报备了六局 没错 确实如此 好 既然楚国公已经承接了你 此事就此作罢 朕也不再追究 来人 带直见人回宫 离宫思过 前几个人 也不再追究 当时 这事是 一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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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程若鱼就算奉了圣命来此 捉拿奴一人即可 为何要滥杀无辜 我没有 你杀了 我有人证 物证 哥哥 别叫我姑姑 我说过 你我已经恩断义绝了 别怕 有真罪 你说 我 你 就 就 就 走 你们告诉陛下 是谁杀了他们 是神若愚 陛下 这把剑 就是从他们身上取下来的 请陛下以国法为重 陛下 此事还是交由大理寺 依法处理吧 大人 我想问 以兴略 杀三人 当如何 死罪 当局 程若愚 外面的一切 我已不知妥当 该你走出 最关键的一步棋 我要求府地图 姑姑所在的位置 还有 你的帮助 好啊 那你就要全部听我的 你说 我会派严修跟着你 你潜入后 尽量吸引承曦的注意 我让严修趁机救出流密山 没问题 但是 你会面临两个危机 第一 承曦对你动手 第二 就算承曦不杀你 求府中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求子良的耳目 他也会杀你 只要能救出弥沙郡主 我无所谓 现在还不到一命换一命的地步 救出流密山后 我会带他立刻去见齐燕 让齐燕亲自出马 去求府救你 可是 求子良不会听陛下的 所以 我给你找了一个 护身府 那么 我 若罪府也会怨在身呢 你说什么 我有了身怨 按行律 夫人若犯死罪 当绝 但若夫人有怨在身 当天颤护 百日后息息 是不是 什么 你有怨在身 对啊 您不信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是谁的 是陛下的 先不说我怎么凭空有了这个孩子 就是因为我有了陛下的骨肉 求子良就更不会放过我了 你到底还想不想救你的好陛下 想不想一并解决立安王为皇太帝的事 我当然想 您不是想问我 为何跟姑姑 反目吗 说 说 我方才不肯说 是因为我还对她有感恩之心 但没想到她对我赶尽杀绝 想要置我于死地 我就算为伯父中孩儿也要自保 我曾奉姑姑之命接近陛下 她许诺我 担下龙子之后 担下龙子之后 担我而上尉 等机成帝 可没想到她突然叛变 将安王和刘明沙 带到大人这里 下月十六 便是安王被封为皇太帝之日 我又气又闹 跑来与她对峙 再差一点大打出手 胡说八道 大人 你不要相信她 继续说 没想到 我被她骗了 她力有光 让陛下与您反目 又带着紫衣举甲义投靠 您知道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吗 她要自己成帝